朋友们好,我是野猪哥哥 本期视频要来详细的说一下 新人朋友非常关心的 周本要不要全部都打 相信问到这个问题 很多老玩家会说 每个星期打三次就行了 选择自己需要的副本 但是对于所有玩家来说 周本真的只需要打三次吗 接着野猪我用700多天的经验来分析一下 这里先祝所有观看视频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还请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谢谢 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问我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个问题 如果不打周本 数字会用来干嘛 相信大多数朋友会用来刷圣遗物 好,我们就拿圣遗物副本来做对比 上面两排是野猪我打周本掉落的物品 下面一排是圣遗物副本 在60点数字的情况下 周本比圣遗物副本多10点好感 两个天赋必须的材料 三次40点数字掉落的元素突破材料 以及有机率掉落原胚和熔煤 而圣遗物副本多两个金色的圣遗物 以及两次狗粮 接着来说一下性价比 请朋友们回忆一下自己刚入坑的时候 突破角色 这些材料是不是非常的缺 而周本是会掉落这些元素材料的 并且可以转换 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点材料 可以让我们节省40点数字 去打这种boss 接着来说原胚 如果你是课金玩家抽武器时 当然无所谓 但是大多数灵克月卡玩家前期是非常非常缺武器的 也祝我玩了两年 这是我的武器池 到目前为止 很多角色还在使用锻造武器 所以原胚对于灵克月卡新人玩家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现在通过熔煤可以互相转换原胚 那么将来七国都开放了以后 风丹啊 纳塔啊 这些原胚是不是也可以转换 是不是也要用到熔煤 而新人朋友有很多角色要练 所以这个触媒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这两种东西是越多越好 新人朋友我的建议是 周本能多打就多打 老玩家朋友就请自己考虑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 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